这次地震让我们见识到了四件我们平时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的豆腐渣工程 发生了地震豆腐渣工程直接造成了大量的人民伤亡 第2解放军解放军的能力低于预期 地震之后最便捷最常见的工具通常是直升飞机飞进去 但是解放军的直升飞机不敢飞 这个水平怎么打仗 第3在这场地震救灾当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第1叫无能第2叫冷漠第3叫蛮横 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灾民的生死 地方政府甚至阻止民间救援非常冷血 第4个真正让全世界认识中国政府和社会腐败的是灾后重建 四川省的官员的贪腐以无比丑陋的吃相呈现在公众面前 大量的浪费甚至倒卖不计其数 丑陋无耻到了极点